今天来相亲的大哥大姐真不一般啊 两人刚见面 大哥就说大姐衣服好看 但人不咋地 大姐觉得大哥穿戴别扭 还戴个帽子 觉得是土帽类型的 哈哈 这两人真是针尖对卖蟒啊 互不对眼 两看两相艳啊 有那么差吗 大姐看上去时尚 有气质啊 大哥看上去年轻 有活力啊 这怎么就成了 对方的眼中钉 肉中刺呢 看样子 这是红娘的错啊 这老年相亲真是搞笑啊 这是李渊姨吗 对啊李渊姨 你不是张大姐吧 我姓张 那这没错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叫张淑芬张大姐 57岁丧偶 做个体生意 有医保 有住房 红娘来到大姐家 发现大姐的打扮挺时尚的 两次一听吧 这么酸 这老了 姐你是今天 对一说是打扮了一下吗 不定啊 我每天都这样啊 每天都是 爱美的 那不像也那些是 吐了巴唧的 这衣裳都非常时尚 朝上说好看 看上去 我们的鞋子 我就接你 我们的鞋子 你们给我录像 原来大姐爱美爱打扮 我就喜欢时尚的衣裳 第一小时就是喜欢穿 我喜欢像她的二大妈穿着衣裳 谁一穿二大妈我就来气跟她 我就说的 巴掌她们 行的 那就是谁要穿衣裳 比较麻烦的吗 对对 鞋子挖掉了 然后我就缺了她们 所以一样的花钱买衣裳 买鞋子挖掉的 再说你 你办啥是大事小情侣 你到人家穿着厂盒 穿着不好 你也瞧不起你 你平常去个厂盒 都不办法 你做生意的 我卖中小学货本 卖十年 整个我们一说三十多个 沈阳的学校基本都不逃遍了 那之前你都干过啥 也是做买卖做生意 卖洗衣膏什么的 洗衣粉的 那个我那时候都卖过 哎呀 这就是做买卖 上哪儿卖了 就在哪儿 那就跑遍了 黑龙江基本都跑遍了 赵大 原来大姐是做买卖的 要到处跑生意 难怪那么讲究 而且这个做买卖还有天性的 姐做了一辈子买卖 大姐说自己从小就是做买卖的命 从小就七个岁吧 八岁时候就开始就是 就愿意做生意 去八岁时候我就能卖毛克 卖瓜嘴 这个小嘎 那时候五分钱一嘎 这小孩卖什么瓜嘴 我说不卖瓜嘴 我上学 我说我不得买本子 买铅皮买铅皮吗 这小孩的瓜嘴 真是这样的 你怎么给他说想 说去卖八分钱 其实去卖客 我觉得就卖几块钱 那时候两块钱谁有啊 那时候你讲话呢 哎 都没有 谁有啊 那我觉得我就卖到两块钱时候 那我就存起来 我自个儿就叠下包下来 那种感情 就开始说有这个头脑了 对就有人看到 就是这一生就想做生意 觉得心有就咬千口吗 见头就咬一口吗 那句话 就是你扛大麻袋 你再扛 他钱是不是有数的 你做买卖他无敌无数的 大姐从小就喜欢做买卖 几岁就知道 赚钱不是靠力气 而且靠脑子 而且确实三根穷扁蛋 不如一个烂铺子 赚钱不费力 费力不赚钱 这大姐从小就有经济头脑啊 确实是个做生意的料 大姐与丈夫 相互各忙各的 一直相处的很和谐 但去年丈夫突然得病去世了 留下大姐一个人 一直有人陪伴 老伴突然走了 大姐一个人很孤单寂寞 儿女很孝顺 也要她再找一个老伴 所以大姐就想找个心仪的老伴 过后半辈子 那她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但是对老伴也不那么好选 抽烟喝酒 绝对接受不了 她自己能养我自己就行 我不需要她养我 担心力量担心 手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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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我高一点的 牛头点的帅的 穿衣裳有样 在农村生活过吗 我要生活过 农村生活很多年呢 能农村生活过 你能接受这农村的是不是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哥 是否和是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哥 叫李杰李大哥 61岁 丧偶 经济收入一年两万元 农村有房 弘扬来到大哥家 大哥家还搞得真不错啊 你这豪卡多了呀 比旁边的 根本是俩样啊 这就是我隔音住 自己盖的吗 那我自己盖 还盖四五年 进屋看看呢 进屋看看里边啥样 这厨房整得已经好 哎呀 大哥 从这厨艺就是咱们后边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我看一般农村的屋 好像都这个和局 一进门左右两个屋 原来一除了就是院子 一亩来地 一亩来地呢 那也不少啊 一切到那个房子后边 扣板子 板子 比刺刺而贵呢 这板子玩钱呢 到刺刺而贵 盯48块钱一瓶 房子是新修的 比较豪华 装修也搞得新颖结实 这个地位不错呀 这是你这是自己打的吗 花钱七千多 自己选多少 七千多 七千多 一个大贵呀 练米呀 咱俩花这么多钱 统统花了十二万 给盖定了 做我我是咋打算 给孩子男朋友都工作了 我是不往市里去 我不过不耐过心里 是市里的生活 我也耐给农村 你说这吃菜 吴东丽夏多好 原来大哥早就已经决定了 自己在农村养老 喜欢住在农村 不喜欢住到城市里 也不会去麻烦儿女 就愿意守着自己的房子过火 在农村生活习惯了 确实不喜欢住在城市 农村空气多好 多自由自在啊 当然习惯了城里生活的 也不会喜欢住农村 因为生活确实没那么方便 大哥虽是农村大老苏 但大哥是个干净利整之人 不但家里家外收拾的干净利索 连仓库也是收拾的板板正正的 看人家饭子摆的啥的 多齐的 看人家的 规规矩矩的 这是砍的木头 这对沿线皮这多都要收 一百个也飘过 这我都想搭帮的楼 不搭帮楼整个都倒住了 摆的齐整的 啊 啥都有 我们家部也都一下多了 到我们家的仓房里 都不难辣 我就非常佩服的 这一个啥都有 要一个人农村化着就抛肥了 那个我们吃老婆 那也是有时 很多可能 你说你大哥一个人过程 这种成果 非常厉害了 是不是 大全没收 我们家全全可可的 还有好一个人挣钱 也没达到他这程度 而且大哥为了锻炼身体 还特意在家门口装了蛋杆 其实没事了 还想练蛋杆 这都合人买的 练蛋杆 哪个人的蛋杆 那里那里 那里那里 我给鱼买铁管子 我会整吃 特意买的还是咋的 特意买的 为啥行事说是那个 要买这个管子 锻炼断身体 到宿舍呢 体格硬实有多好啊 早起 我说别人家有了 没有啊 没有啊 对 没有有的 你看 你咋心的说想整这个 这一天早起来没啥事了 把这玩玩 每天坚持做引体向上 难怪大哥身材这么好 原来是锻炼出来的啊 大哥虽一个人过日子 但勤劳肯干 对生活很认真 人家前面到冬天靠着大棚 那小菜冬天都吃 人家一个人 你就这么多 你看呢 到屋里啥也不去 也挺佩服的 也得太佩服的人 大哥这种生活状态 连邻居们都羡慕不已啊 大哥对待生活这么积极 原来大哥还是队长 你是 小组长 小组长 就是这一个队的队长 反正大队需要干啥 你就是有的啥业务呢 你就通知啥 盒子医疗了归我其 这盒子医疗票没下来 跟我大队开什么 打个证明 这是什么证明呢 盒子医疗票 他那单位必须得需要用着 这是你在中间给他跑这个 没有 他说我上大队开会 你给我开会一点 完了明朗他上班的时候 他需要的我 已经单位要的 是个官啊 反正一大队的信任我了 我就干了这 干十多年了 干十多年了 那是不是你干的非常好 需要我干我就干着 不需要我就不干 还挺得 哪个欢迎都得 都挺得 我时尚 时尚 对 需要我干啥 我都工作继续都完成了 作为队力的领头人 肯定要起好带头作用啊 大哥除了种地 空闲打打零工 收入一年也有两万多元 谈起大哥的婚姻 简直是有名无始 他妈出来打工 也买了十二岁 妻子外出打工 一走就是十三年 从没回来过 大哥一个人 带着一双儿女在家 既当爹又当妈的 这生活与丧偶真没区别啊 十三年后妻子回来了 三十三年从来没回来过吗 没有 一趟也没回 打工打打完 那边就也有 也处理了 处理就跟你过 你们没去找他 得不回来 找不着 你还打打工啊 我一天俩还过日 我上来找他下 你还耽误时间 还耽误工 这俩还都上校 是因为得病回来的 回来三个月后就走了 这次回来了 原来 三年之后回来了 回来了 回自己家了 没直接回这儿 拿着牢里拿着那啥拍片 保留 三个月回来三个月就 这个妻子对家庭不负责 还好大哥是个负责的人 否则 嗨的是小孩啊 现在妻子也过是六年了 而你也成家立业了 大哥也想给自己后半生找个伴了 那他想找个啥样的呢 跟我俩过日子 我照顾他 他照顾我 家里那时候 他也都是完成业务了 谁也别摔着隔心眼 就是 母俩有多少 都是母俩自己 吃喝就完了 就这么一个 你说对于这年龄 有啥要求吗 五十上的 九十到六十岁是一年 对 还你刚才抽烟 你也喝酒了 喝酒 没人不喝 我这酒是成型的 所以你这之间一天就抽烟 不到一颗烟 能见吗 能 我现在打多一想机 我说这要有个人啥 咯咯咯咯 这都是闲待不住啊 给乌鸡 蒜蒜蒜 玩抽壳烟 小丑小丑 要有个人给我记得更好了 我也不耐抽烟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是否合适她 红娘向双方简单说了彼此的情况 两人都决定见见面 红娘带着大哥来见大姐 来到大姐家 吃面你给你俩 不想借口一下 啊 我姓张 我姓李 大哥姓李 李大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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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缘分 真是缘分 就是今天认识的就是缘分 那草原挺年轻的 你一点都不说 今天多大岁的大哥 61 61 61属啥呢 属猪 哦 属猪的 哦 我57属龙 大姐 你不是生意人吗 生意人不是暗暗观察对方吗 你怎么这么明目张胆的打量啊 一副严肃的样子 把大哥都吓得不敢抬头啊 不过大哥其实是在暗中观察大姐 那么两人经过较量 彼此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大哥对大姐的评价是 衣服好看人不咋的 衣服好看也是突然不好 就像不负配事的 你觉得太臭了 大姐对大哥的第一印象呢 个性个挺好的 穿穿穿穿的太病了 带个猫 谁这时候带猫 一吹都捅猫 耍猫 我觉得有点褚 大姐觉得大哥就是一吐帽 哈哈 这两人也真是针尖对卖忙啊 看样子 这是红娘的错啊 两个人第一眼就都看不中对方 但既然来了 还是要先了解情况 大姐主动问起了大哥抽烟喝酒的问题 你抽烟喝酒呢 啥的 抽烟 你抽烟也喝酒 喝酒是非有银 有起来喝的 对于大哥的回答 大姐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接着问大哥的基本情况 你现在能生多少天啊 我丁凉上来就一年 我整住一厂 包住一厂 就说一说包住一厂 干不来 干不来 家里几个孩呢 两 男孩女孩一个 一个家一厂 学院现在我丁没大 还这会儿没结婚呢 那你儿多大算了 上市中上学 上大学了 还没成为呢 没呢 你家老伴什么什么没呢 四五年 那你一直也就没选择吗 没有 还为了孩子 为了儿女 对对对 你想想的就是有事 你就有点儿女 大叔啊这个 这个 天有状态 天有状态这样的 你家里的几个孩子 不软 在提前房呢 都是早该的房啊 现在的 过去的 还该有四年 哦 那没想到儿女都是都成家 也不想到在厂里买个楼 都有楼 不是 我是你 我不上厂里 我不在呆 我打开那慢慢的 是里面不得我回来呀 我咋能出来呀 谁上农村干啥去呀 遭罪一下啊 当说到大哥怎么不自己 在城里买个楼 大哥喜欢自己呆在农村 而大姐就有不同意见 两个人都持有自己的意见 双方就农村好还是城好 起了争执 到啥子也用不着咱干活啊 那你干活不干活 在农村 你咋的住楼 这楼再碰了 你各个旁边的生活环境 它也不一样 它咋的 我说你之前吃了啥 你农村是不是得放到农村里 我也吃鲜鲜的 我下楼就买 你买得了吗 夏天咱都不用啊 那我拿着饭去带黄了 好痛一下 那个的我怎么 你能吃一个月吗 我现在就 你现在你能吃一个月 现在马上发圆了吗 发圆了怎么办 我都吃一 我小时候就吃 对于住农村还是住城了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 也各有各的不足 关键是习惯问题 两人就这个问题 都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姐是坚持要住在城了 大哥做出让步 冬天可以住楼 夏天必须回农村干活 因为大哥的跟在农村 地是大哥生活的来源 作为农民 离开了地还能干什么 我不动地 我没啥出物啊 我得吃 我得自己为生活 我也不能做套 而大姐就觉得 把地包出去 在城里享受生活 我不动地 我没啥出物啊 你可以把地包出去玩了吗 你不联想地吗 不够生活吗 不够花吗 能够他哪生活 够我哥你 你联想地多钱呢 不联网钱 就包出去联网钱 谈到儿女给钱的问题 大爷是坚决不给儿女添麻烦 大姐觉得那是儿女的孝心 给的钱可以帮他们存起来 到时儿女有什么事 可以拿出来给他们 这都是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其实结果都一样 只是方式不同 这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和生活观念的不同 都没有错 只是两个人不能说到一块 过到一块 这两个人本来演员就不咋地 再加上生活观念也很不同 所以确实相处不到一起 两人相亲只能以失败告终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描迪 ani 团